主料,牛奶70克,细砂糖70克,滴粉80克,鸡蛋5个,辅量,杏仁,豆沙,葡萄杆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蛋清蛋黄分离,蛋黄加入油,牛奶搅拌均匀,接着筛入滴粉,用橡皮刀搅拌去无颗粒状,接着打发蛋白,蛋白粉次加入白糖, 将蛋白打到湿性发泡即可,然后分三次将打好的蛋白加入蛋黄中,烤盘上铺一层油脂,然后再撒些杏仁片,葡萄干,再把蛋糕叶均匀的倒在烤盘上,150度,烤箱中层,上下火,18分钟左右,烤好后倒在烤架上晾凉,再抹点豆沙酱,用油脂把蛋糕卷卷起来,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, 即可切片,最后的成品,烹饭技巧,一,蛋清和蛋白一定要分离好,蛋白里一定要无油,无水,不然蛋白不易打发,二,准好的蛋糕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,口味会更好,不冷藏也可以定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